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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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还是靠机械 科技能力 科技含量不是太高 恐怕将来在发展上还会受到一些影响 应该是更高科技的东西引入到我们的机器达目 今天我们这个发明项目就是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 而且非常有创新性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它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发明项目 俗话说民以实为天 我国自古都是个农业大国 如今农业生产依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 占据着很大比重 近年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很多地区也采用了机械化生产 虽然机械化农机大面积使用 对农业生产效率提高起到帮助 可这中间也存在着无法察觉的浪费 大哥你好 这是你们家的地吗 是 这是生在干嘛呢 种玉米 种玉米呢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爷爷奶奶 多少孩子拿奶什么牛啊 马甲什么的 淘汰 那咱们现在你 就是比如说这淘汰在前面开着 您做的什么呀 看看剥的种下种量多少 有没有断底的情况 或者剥的值不值 看看这些个 来种的时候就必须得种 或者一些它就受不了了 它这有生长期的 多少天多少天了 你在这等着剥 你那儿都不省时间吗 就都在这等着 你得看看你自己家这个 种的种偏呢 那个值不值啊 基本上保质就是好一点 值值值值不了 这就是人工操作 人工操作农机不仅费时费力 还会造成大量的土地浪费 那么有没有机器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土地使用率呢 发明人罗树江团队 发明项目北斗农机自动导航驾驶系统 罗树江今年38岁 家住北京市密云舰 罗师傅打小聪颖好学 动手能力强 大学毕业后就回到家乡 与几个朋友一起创业 开了一家小公司 搞起了水利工程 公司创建之初 日子并不好过 白天罗师傅要下地调研 晚上回来还要搞设计 画图纸 这么一干 就是好几年 你是跟土地打交道 挖沟渠啊 建建之物啊 建那些水利的牌制设施 在罗师傅的带领下 公司的效益也逐渐好转 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可就在一次下地调研的过程中 罗师傅看着地里的拖拉机 陷入了沉思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拖拉机手啊 每天都非常辛苦 很疲惫 他每天主要的工作 就是从这个地头 开到另外一个地头 盯着前面这个直线 一直在这么走 要求的精度很高 坚持七八个小时 每一天的工作 强度非常大 什么时候 能够不需要人这样开 就像那个玩具车一样 会有轨道一样 自己走 那多好啊 主意不错 罗师傅说干就干 没多久 带有导航系统的拖拉机 就搞了出来 可这一结果 罗师傅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最早的话 我们也是想 就直接把美国的东西引进过来 放在车上以后呢 用起来也还可以 但是更多的是英文的一些界面 老百姓接受度很低 再有的时候价格太贵了 你说一套农机 装二十几万的设备 难不太大了 第一条路很快宣告失败 罗师傅转念意想 外国的导航系统价格高 操作不方便 为什么我不能自己做一套呢 有了想法 他很快投入到了实际研发当中 我们的记者听说了罗师傅的发明 也想来看看 究竟是怎么回事 罗师傅 请问哪位是罗素江 我是 你好 我听说您有一个挺牛的导航系统 北斗农机自动导航驾驶系统 它长什么样 我您看 您看 就是这么一个小的显示屏 这么小啊 你别看就这一个小东西 它这个很复杂的 这是一整套系统 这是一个我们的显示系统 那么还有好多个 你看我们带您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我们叫的液压阀 代替方向盘的 怎么能代替方向盘呢 我们的正常的方向盘呢 是往左往右转的时候 里面是用液压来控制的 我呢用了一个阀 把这个方向盘的控制 变成用这个阀来控制 就是不需要再转方向盘了 你不需要动方向盘了 对 不需要人为的操作方向盘了 没错 完全由它来控制 对 由它来控制 那由它控制的这个依据是什么呢 就有几个 有几个数据 第一个的话呢 是需要这个东西 这个是一个角度传感器 感应角度的东西 我要知道这个轮子 是往这个方向 还是往这个方向 轮子转的时候啊 这个两杆推动 它左右转 然后我这个是一个传感的 就把这树 传到上面的控制机能上去 是独立的 对 独立的 嗯 跟这个方向盘那个 那个阀是没有关系的 它俩不直接连 但是呢 它是其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哦 定型的组成部分 对 对对 是的 这两部分还有吗 还有上面的那个 也是我们说的北斗的 接北斗卫星的设备 跟那个天线似的 啊 是的 是的是的 啊 这个这是收电台的 边上还有一个收卫星的 还有一个白色的一个天线 为什么需要两个 正常的我们的一个卫星呢 一般也就能达到十几米的精度 那个精度很差 我们不能让它用来指挥车 我们要指挥车呢 卫星信号要能达到 也要达到两个厘米的精度 哦 就是为了让它信号更强一些 对 对 就咱们手机信号似的 是是是是 这一整套系统 有了卫星系统 有了它的角度 我就能够指 让阀指挥这个车 左转还是右转 有那么精准吗 呃 能可以做到两厘米 三厘米 什么概念 就是走 这个车走的时候 我的走一条直线 能一直很直很直 我们看起来就像 一根笔直的一条线一样 嗯 你给我试一下吧 你给我试一下 我一看就会明白 因为咱们光在这说 有挺抽象的 是吧 这么多零部件 我觉得 哎呀 我一时也整不明白 你给我走走 我看看 行吗 那我们出去试试 好 出去试一试 好 好 好 北斗导航系统通过车顶天线 发出信号给卫星 卫星检测车辆在地面的具体地点 反馈给北斗导航系统 导航系统把反馈数据 与内存卡里的数据进行对状 计算出车辆状态的变化 并且计算出校正数据 计算机再把这一数据指令 传给车辆控制系统液压阀 纠正车辆姿态 实现控制车辆 直线行走 我们现在跟随罗师傅 在附近找到了一个试验的场地 我们一会儿将在这个场地上 来进行我们第一代导航仪的一个测试 为了使我们的测试 显得一目了然 所以说我们在拖拉机的后面 去加装了一个装有石灰的纸盒子 一会儿呢 它将随着车的前进 这个石灰粉呢 就慢慢的往前走 以此来检测 罗师傅的这个仪器 是否能让这个拖拉机呢 沿着直线走 并且是误差不超过2.5厘米 对 精确到这个数字 是2.5厘米 您对这次是否能走这么直的一条线 有信心吗 绝对有信心 那好 那我们看一看 一会儿石灰粉将验证您这句话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那您请上车 咱们测试开始 测试开始了 罗师傅启动车子 车子发出了震耳的轰鸣声 随着车辆的前行 路斗中的白灰纷纷下落 在地面上留下了一条笔直的白线 罗师傅 你看你这个线 我觉得挺直的 怎么样 挺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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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说我再开回来 两个力量 你看就看出来 两个平行线多直了 可以有个对比是吧 对 那好好好 那我们就再开回去再试一下 好的 好 精心研发的导航系统还真没有叫罗师傅和记者失望 画出的直线笔枝匀 看着这样的结果 罗师傅信心大增 为了更加明显的看到测试效果 罗师傅将车原路返回 将两次走的白线进行比较 一会儿呢 罗师傅的车就要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两条直线 真的有那么神奇 不超过2.5厘米的误差吗 一会儿我们拿尺子来量一下 一会儿看结果 罗师傅 我看起来这个线还是比较直的 对 但是咱们那个眼睛啊 它有误差 接下来咱们用尺子呢 来量一下 为了来显示咱们这个2.5厘米的误差 咱们横着量 多量几次 如果说这次是比如说是18的话 那下一次如果说它是21 那就说明它的误差超过了2.5厘米 是吗 是 那我们来实地去测一下 好 地下的白线相距0.12米 罗师傅的导航系统的允许误差 0.025米 这样细微的偏移 人眼难以分辨 我们的记者随机挑选了几个测量点 进行测量 看看 罗师傅的导航系统真的可以误差 精确到0.025米吗 诶 罗师傅 真行 你看我们量了这个到这儿 也是在120 都是在石灰县以内 这个还挺值的 是挺值的 我也很高兴 那咱们毕竟这个路跟咱们平时 真正实用起来这个路它不太一样 对 实用起来是在田里 对不对 咱们我觉得光这个在 那个条件还复杂一些 还复杂一些 那么咱们光在路上试 我觉得不经 还是不过关 咱们应该到田里头去试一试 好 咱找一块地 好的 行吗 来 咱们去找一块地吧 好 高师傅是罗师傅的好朋友 他承包了几百亩地 每到农忙时节 都为这播种的事烦恼 老罗带着自己研发的导航系统 找到了他 想给他帮帮忙 可一说明来意 高师傅却对罗师傅的导航系统 并不太看好 这是空车走 你要是惯上我们农具走 让你达到这种值得效果 我就算服了你了 那我们回头就挂一个试试吧 你们平时都挂什么农具 高师傅的态度 有点叫老罗不太高兴 好心好意来帮忙 却被拒绝 二话不说 挂上农机 非要证明给高师傅瞧瞧 好嘞 第一次 以前咱都是在地区 模拟设施 对 我那个自己在 公车跑过 也跑过 在地里也跑过 这个挂农具 我觉得没什么区别啊 今天咱们挂这个农具 后面这个是个什么 是 那是个播种机 哦 播种机 对对 这个播种机 这个应该没什么区别 一样 刚才那个 这个自己他走的就很直 那挂的农具也不像很多 这个从见到您看您看您看说点话 咱们看看 这个 看走的怎样 画容易 以后啊 能不能像咱们以前那样走的那么好 对 测试开始了 罗师傅叫驾驶熟练的王师傅出站 王师傅开始有些拘谨 毕竟是更定 测试一旦失败 就会带来不小的损失 可机器表现 却给他鼓足了信心 为一会儿就得心应手的 在地里飞驰起来 一旁观战的高师傅 也不误住的点头 看看他这到底行不行 能达到多好的效果 难道比我们的老鸡手做得还好 比我们的年轻的鸡手做得还漂亮 可就在罗师傅得意洋洋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还有师傅 你快点车 你快点车 你怎么着 我怎么这么大王 怎么了 刚才怎么了 上面仪器写事没有问题 显示没有问题 那什么事 真的没动 对突然之间就开始起 你看到上面推线有没有问题 把我去看一下 在测试中 维多导航系统挂上农机后 突然跑偏 博师傅紧急喊停 可问题出在哪呢 王老师 您看发明人发明的机器 不挂载具的时候 就可以行走直线 一挂上载具就走不了直线 这是为什么呢 它的转向系统 使用的是液压的系统 在这我们做一个小实验 大家可以看到液压系统 它的工作情况 我这有一个控制他们的针管 这有三个小针管 你看一下我在 这个针管拉动 可以带动他们 这三个小针管里边的活塞 也会发生 跟着收缩 这时候如果是没有负载的情况 那么这种运动 我们看的是比较平衡的 这也就是说我们在不挂载具的情况下 这几个液压系统 他们的负载都不是很重 所以走直线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但是我们别忘了 如果说液压系统我设计的不是太合理 我现在不用按这个活塞了 你看看我要按这个活塞 它是不是对另外两个活塞的运动 也有影响 这就相当于这负载过大了 那么这两个负载比较轻 所以它就会造成一种几个轮子的转向 所以你挂上后边的载具以后 它会影响它的执行 我们想如果说它在油路的设计上再重新考虑一下 设计的更精细一些 各个控制它的影响减小一些 我想走直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原来是这样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发明人是如何进行改进的 我们继续往下了解 何师傅 您好 这是在 我们现在是在调试 到最后的调试 上次咱们就是发现那个走不直吗 在天里头 对 这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呀 这个 复杂吗 团队回来以后 我们这些部件都把它拆下来 然后仔细分析了 研究了好长时间 最后我们把这个问题集中到了 这么一个我们这个液压阀控制器 这个跟上一次那个长得不一样了 对 这是我们团队重新设计了一个液压阀 我看它有改变挺大的 我看它材质也变了 变了 现在这个是比原来更好的材质 这个是合金材质的了 另外一个我觉得它小了 是吧 是 小了很多 这样的话安装起来位置 跟方面都非常方便 还有什么这方面的改进是怎么改的呀 这个的话 让我们这个刘工给你介绍一下吧 它是 您好 您主要是负责这方面的技术 对 它怎么会跟这个走步只有关系呢 我们之前的那个法是属于油管接头的两侧 那么这个法也全部弄到了一侧 也就是说我们把内部的油路结构进行了一个改变 这个有什么好处吗 这个一个是如果说在这一侧的话 我们这侧也有 这样的话相当于形成了一个直角 那么我们都在这一侧 那也说所有的都是一条直线 对象压力这块的话 就是这个阻力会减小吧 那这个就是有改变了这个就彻底把我们那个走不直的问题 对解决了 解决了 那那个罗师傅 那你要不然咱去试一试吧 好 让我看一看 好 因为您跟我这样讲的 咱非常抽象 对 您还咱们实地一试 嗯 好不好一看就知道了 嗯 行吗 好的 行 有了上一次的教训 罗师傅谨慎了许多 这一次他把车开到了一块空旷的测试场地 准备对北斗导航系统进行测试 那罗师傅的导航系统可以精准的导航了吗 你看着你刚才说的这压调挺好的 嗯 但是咱们这个挂农具以后它能走的时候 咱还实地试一下 好 实地试试一下 行 试验一下 行 导航系统控制车辆走直线 并且误差值不得超过0.025米 是导航系统的关键所在 如有一丁点偏差 那可真是吃之好里差之千里了 不仅达不到提高产量的目的 还会造成巨大的土地浪费 那都准备好了吗 导航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测试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次经过这个罗师傅改进以后的导航仪 它的效果也怎么样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好 这一次罗师傅的导航系统依旧挂在播种机 经过一段路途之后 用相对较直的钢卷尺 与播种机播出的笼进行比较 如果重合 说明罗师傅的机器走起来并无偏捷 如果走不直 说明机器存在误差 没一会儿 王师傅就完成了测试 那测试的效果如何呢 为什么你选择一个这样的方式去测试它的极限 这个钢卷尺它本身拽直以后 这个实验是想直的 然后跟我们播种机下边下这个粒这个叶 我们去定 钢卷尺直直了 最后我们把这个叶和钢卷尺间距 我们一会儿可以聊一聊 任务演员可以看一看 然后用这个尺可以聊一聊 播种是浓作中很重要的部分 要是种子播的不直 不仅造成土地的大量浪费 而且还会造成收割时的二次浪费 很快 王师傅驾车完成了测试 那罗师傅的导航仪 测试结果会怎样呢 这肉眼打眼一看我觉得还行 咱们量一量吧 好 量一量 量一量 找一个点 还是不能超过2.5厘米 对不对 无差 这个我们再拽紧了 拽紧 拽紧了 这个这是播种机的两边这个滑 然后这是这个 种子就在这里 对对对 你看这个位置实际上是在中间了 这是同核的 对同核的 我已经量不出来 插了 对吧 你看这偏了 是吧 稍微偏点 稍微偏了一点 你看看有多少 你看看吧 看 大约在这 一公分 一公分多一点 一公分多 这是在咱们允许的范围之内 对 在允许的范围之内 经过测量 测试效果基本达到了罗师傅的预期 虽然有误差 但都在允许误差内 一公分多一点 一公分多 这是在咱们允许的范围之内 对 在允许的范围之内 看来还行啊 是吧 还可以吧 这次改不错 咱们装导航仪以后 能比这不装导航的好多少呢 应该说我这个精度的话 应该说比你正常的这种人工驾驶 节约土地面积能达到2%到3% 就是我因为不搬 所以说我能节约土地 这个是可以达到的 这个节约土地它特别关键 因为现在咱们本来就人多地少 没错 您刚说我没有概念 我看咱们自己在这里出征的时候 让咱们的机器跟他们的机器比一下 行啊 咱们有导航 你没导航 行 咱们现场比试一会儿 行吗 好 可以 你赶吗 赶 绝对赶 能行吗 能行 那咱们去看 跟人家问一下 行 问问 好的 好的 走 上一次的失礼 失终萦绕在罗师傅心里 这一次罗师傅又找到了高师傅 罗师傅的机器一登场 群众对于这种从未见过的拖拉机 也都抱以浓厚的兴趣 你一言我一语的 一论起来 没见过 现在我还半信半疑的 种地有时候是搞漏 有时候是那个小鸡也不 我就是导航的汽车上 没看你这个拖拉机上 这个当时还不敢 我都不敢确定 见是没见过 但是说呢 这个玩意儿过去的导航啊 知道在汽车上 什么航天上 那你把他都知道 但是说对农村 上农地播种 这还是头一次 用它还没倒呢 就到地儿了 我觉得是不行 一听说有比赛 大伙也全都围了过来 都想凑凑热闹 看看新机器有何神通 我们将在这里呢 举行一场对抗赛 在我的右手边呢 是装有北斗导航系统的 红队 在左手边呢 是没有导航系统的 黄队 他们的身后呢 各自是他们的拉拉队 现在让我们来听一听 两队拉拉队的声音 耶 好 非常的有气势啊 您对这次比赛有信心吗 有啊 有 您觉得能赢他 能 您对这次比赛有信心吗 有 来 好 在比赛开始之前呢 咱还先把规矩定一下 在我身后呢 是两亩地 然后红队和黄队的 各来一亩地 相同的面积 相同的时间 看谁播的好 走的直 就算赢 为了这次比赛公平起见 也本着严谨的态度呢 我们请到了 密云农机推广站的 窦站长 作为我们本次的裁判 窦站长 你好 你好 您对这次比赛能够做到公平公正又严谨的裁判吗 能 好 强强对抗 结果难以预料 现在我来问一下大家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好 好 现在由我们的裁判来宣布这次比赛的开始 比赛 比赛开始 大战将至 气氛异常紧张 双方选手各就各位 战事一触即发 预备 比赛 比赛 比赛开始吧 这次比赛 老罗这边还是王师傅驾车 高师傅队派出的是胡师傅 两队各拨种 一个来回 哪队拨得快 拨得好 哪队胜 胡师傅年岁已高 但农机作业 却是经验丰富 又是主场作战 实力不容小觑 再看王师傅从未拨过种 全仰仗新机器 这一心一脑对决 究竟哪队能取胜呢 黄队加油 黄队加油 红队加油 红队第三 耶 江还是老的辣 只见胡师傅换党 娴熟有势 操作轻松自如 凭借多年农作经验 一起步 便遥遥领先了小高师傅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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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这么快了 还不能比 我是说老师 这个车 多年的人 在我们这儿经历 都有经验了 肯定能有 我们的老师傅 有多少年的经验 所以说我们房间去晒 有 好 来我们的胡师傅 送了周二娘的地 在看王师傅 不慌不忙 沉着应战 凭借导航系统 奋力追赶 人工队 毕竟是人工队 时间一长 烈士开始凸显 眼也花了 手也酸了 过后我们也能赢 过后我们走的直 您说质量好 对 我们质量好 我们走的直 我相信 终究还是这个 要战胜他们 您还没看呢 一会儿咱得排判看看 你这个播的好 排判看 我就可以给葬 排判了 人也是我们俩 那没错 有 对 我从这个 就凭我 就凭我现场看到这个笼 播出这个笼 一整齐又装完 咱们那个 现在都奔不出笼来了 厂上刀光剑影 厂下唇枪舌战 红黄两队的队长 你一言我一语 互不相让 谁都不服谁 我们也没外到哪去 没外到哪去 你看 这个 一条片 有弯吗 一点弯都没有 我这一点弯 但是我这个 你看我们是不是队的行 你也一点没有浪费的 你这个呀 你看啊 这个前面 转一个弯 另一边又有一个弯 这几个弯出去 红安静打过 你看我们现在 我们那个算 马上就要完成了 你们的还在鱼路上呢 你这几个鱼路 打不打不打 我们的鱼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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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点啊 他们快 我们的鱼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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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毕竟是机器 王师傅开着 罗师傅研发的导航系统 不仅走得直 而且慢慢地追了上来 眼看胜利在握 可就在这一时 意外发生了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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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车 灭车 怎么了 它这个 衔接的拢具 怎么叫拢具啊 就是两拢 就是两拢之间的距离 咱说的衔接拢具 是这一波幅 跟这一波幅之间的距离 咱比一下吧 是哪一拢跟哪一拢啊 这个叫拢具 怎么还让我灭车了呢 你看看啊 你这现在的衔接拢具有问题 你看啊 这是刚才拨过去的笼 这是拨回来的笼 你看 现在的冷具是90公分 它应该是多少啊 应该是60 应该是60公分 现在足足宽出了30公分 那刚才不是您说还行的吗 是 看它的直度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一掉头回来的时候 衔接航局 确实出现了问题 那这个问题严重吗 这个问题相当严重 这个都撩在农业作业里边 这是绝对不合格的 这一透如其来的变化 出乎所有人预料 人工队这边来了精神 抓住战机拼命追赶 比赛激进尾声 卢师傅眼睁睁看着 到手的胜利 花落人家了 我们的黄队呢 卢师傅率先第一个 到了这个地头 现在由我们的裁判来 宣读这次比赛的结果 因为红队的衔接拢聚出现了问题 这样的播种质量 大家是不会认同的 我经过仔细的观察 我认为这次的比赛结果是 黄队获胜 我先问一下 队长 您现在什么心情啊 我还是相信我们的老鸡手 相信我们的作业质量 相信我们的水平 而且就是老罗 多么这个东西吧 不大稳定 不大靠谱 我跟裁判说的这个问题 我们原来还真是 没有发现 我们回去看看吧 再改改 是吧 对 本想着打个翻身仗的罗师傅 再次输给了高师傅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看到发明人的 第一代问题 解决的还是不错的 但是新的问题 又接连出现了 就是这个车在换巷的时候 衔接拢聚出现了问题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说 它这个定位系统 确实是很精确的 能够控制在 两三个厘米之内 但是我们说 它的定位系统 只在前边的车上有 后边的挂锯 它并没有装上 我们可以看这样一个例子 在这我贴上两个胶条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说这个车这样去走 走过去 轮子是压在了这个条上 那么后边这个挂锯 也跟这个条 是压得非常好的 这是向前走 我们也可以再调过来看一下 这个前边车向前走 后边的挂锯 跟着它也向前走 那么这个车压 这个压条压得很好 那么这个挂锯压的压条也很好 但是如果说后边 它没有定位系统的话 它完全是靠这个车去拉着的 如果经过转向 它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们看一看 这个车现在还是压着 这两个胶条向前走 你看一看它的挂锯 就不再压着这两个条走了 这就是转向以后 其实就是前面车的轴线 跟挂锯的轴线 不在一条线上了 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你再调过来再走的话 它就不再是按照原来的 那个轴的那个宽度 去给你去起轴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来回走 起的这个轴 间距 这个宽展 什么都会有不同 我觉得这个问题 应该是这样去考虑 就是说 如果出现这种问题 是不是我们可以增加 人为的手工的 去调整的这样的功能 当然你说最好 把后边挂锯上也加上定位系统 那就要求太高了 对 另外它在软件 什么这些设计上 也可以再考虑一下 使得它掉过头来以后 还能够保证车的轴线 跟挂锯的轴线 在一条线上 这样就不会出现 刚才那样的问题 原来是这样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 发明人又是如何进行改进的 继续往下看 截二连三的打击 无情地抛给了老罗 街里街坊们 也对罗师傅的导航系统 失去了信心 就在他万念俱灰的时候 与他结发的妻子 站了出来 还疼呢 不为水吧 这么晚呢 都12年多了 还不睡啊 你先睡吧 今天测试出了很多的问题 这到底是怎么个事 还没搞清楚 老师也不能太辛苦啊 这就是老皱着眉头 睡吧 咱们先睡 一定再接着来 好不好 你先睡 我在看 好吧 那你早点睡 那别太晚了 好 早点睡 好 好吧 好 我想 一个男人的背后 这个女人是非常重要的 她是一直非常支持我 她在我心目当中来讲 我觉得是一个 既认真负责 又能够埋头苦干 而且还能够兼顾家庭责任 这样的一个男人 家人的支持与鼓励 为老罗 撑起了希望 他抖擞精神 再一次投入到研发中 哪有问题 就解决哪 哪有毛病 就处理哪 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很执着的人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我们也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问题不仅出在硬件本身 软件也是新机器能否成功的关键 罗师傅两边下手 软硬兼施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好一阵的苦心研发 新一代的北斗导航系统终于诞生了 你好 来了 你好 接到您的电号就来了 我看看 我们一直认为农具应该正中心对着这个车 那是完全居中的 对对对 但是它的农具它会有向左偏移或者向右偏移 摇摆 对 那怎么调节 我只是要在这里边偏的距离给它输进去 假如说我们一共是偏了5公分 那么我在这里边说0.5 就是我们在软件系统里边已经有了5公分的偏差了 对 我们再走再回来的时候 我会把偏差自动给它减回去 咱们就解决了一个行间具对不准的问题 是吧 那还做了哪些改进呢 我们又和很多我们真正的用户做了很多测试 那么发现天上的信号有的时候 信号不好 现在我们是能够搜三个信号 咱们中国的北斗的信号 美国的GPS信号 再有就是俄罗斯的格伦纳的信号 我自动的检测哪一个强度大 我用哪一个 优先用哪一个 对 因为这套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为咱们农民服务的 是为农机服务的 那么我们在播种的时候 这个农室是不等人的 我们甚至现在我们的农机服都已经晚上出去工作了 晚上在播种 那黑灯瞎火的能看见吗 他不需要看 用导航仪引导他去工作就可以了 咱们找个地方先试试 咱们现在这个行间具的问题解决没有 好的 好 咱来先来试试 这一次罗师傅的机器改进不小 不仅解决了行间具的问题 而且还对软件系统进行了改进 那罗师傅新改进的导航系统能有效解决上一代的问题吗 那点好 好 刘师傅 咱们就在这块地里来试一试 我提议咱们换一个农具来试一试 因为咱们这个导航 你装到这个拖拉机以后 它得适应不同的农具对吗 对 像多种 悬梗 洒药 以后应该都可以用 咱们这手边上还有什么的农具吗 刚才正好那边有一个农夫 我跟他借了一个起笼机器 起笼的 对没有交接行的是零 就是说这次顺过去 回来的时候这条线应该是完全重复 那如果说这笼弄不好的话 这后果是什么样 如果说我这个两个不重复 那么这个笼弄和这两个笼弄 它这个猛的宽度 大有小 下次上车的时候 有可能撕拉这个笼子 就会压到这个苗上去 这样看的 可能不行 那咱们现在那个标准都知道了 现在咱们让这个试试吧 好 咱们来测试一下 看看换了笼具 它时候能够这个走得好 打个标准 这一次为了更明显的看到测试结果 螺丝不挂载的是筑梗基 填梗一般高0.4米 切梗与梗之间等距连接 如果存在较大误差 筑齐的梗不是间距过大 就是会出现叠加现象 每一会儿 罗师傅的导航系统就完成了测试 那测试的结果到底如何呢 我们过来看看效果吧 真直啊 看起来 咱们这个误差也是2.5吗 对 一样的 咱们量一量吧 好 这个脚刚才转过来的时候 也在这个沟里边 在回来的时候 还要在这个沟里边 这是我们叫重合的 重叠的 先看一下这个笼数多大 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 是量这儿啊 量这儿啊 是量这儿吗 我们乘2倍这回事 我们这个笼我们量过了 这应该是90 90厘米 那么乘以2 这边应该是 180 180 您看一下 哎呦 它真是 是啊 对 那前面的位置会不会有改变呢 你可以 我们再可以量起 对准了吗 好 你看 这个东西位置 这个我今天一看 我觉得您这次改进啊 挺不错的 挺好的 咱们明天啊 我觉得还是要进行一场比赛 咱们请了一些乡亲们 来做个见证 来看一看 行 然后咱们有不带导航仪的 跟您的带导航仪的 这边呢 我请一高手 咱们来赛一场 好 那我们试一试吧 你能不能接受这个挑战 可以 好 这次我们看到 发明人这个机器改的 还是不错的 那您能给我们分析分析 这一次它是如何进行改进的吗 这一次呢 它在软件上做了一些工作 比如说它增加了这个 两个 就是车跟挂具轴 不在一条线上的这种 校正 它里边呢 做了一些手动校正的 校正的这样的 这个设计 所以呢 如果出现这个问题呢 它可以在算法上 按照新的算法 保证呢 这个挂具在走的过程当中呢 还是按照那个笼去走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嗯 它在设计过程当中呢 还考虑了这个 就是卫星定位系统 对它的影响 我们知道你要把这个东西 能够定位呢 你要靠天上的树壳卫星 嗯 这个树壳卫星 在某个时刻 所在的这几个位置 嗯 它到你这个 接收系统 间的这个距离 嗯 我们利用这个 距离呢 就可以计算出来 现在你所在的那个位置 非常精准的那个 经纬度 那么 如果说 这个卫星呢 是在天上运动的 我们呢 在使用这个卫星定位系统的时候呢 实际上你是用的 不同的几颗卫星 因为这个卫星在走 在你头上的只有 只有那么几颗 对 这个呢 当中还有一个 信号的切换问题 嗯 那么如果说 这些问题呢 都考虑到 嗯 我把我的定位系统呢 设计的更 呃 全面一些 更影响 利用的天上的卫星的 科数更多一些 这样这种 换卫星的这种 切换 当中的这个间隙呢 嗯 它也能够做到 呃 保证它定位 这样走起来以后 车它的定位更准了 嗯 那么后边的挂距呢 走的呢 也位置就很准了 嗯 这样走出来的 这个 我们看 齐隆呢 它的宽窄 什么的 就会一致了 嗯 原来是这样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 发明人最终 能不能改进成功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手下败将 不请自来 一脸不屑的夏师傅 依然不看好罗师傅的导航系统 话不投机 没说两句 双方就零容相见 一场大战 随时随地 准备拉开展目 哎呀 上次我们不是没试好吗 我们但是我们自己啊 我们哥几个在家试了好长时间了 这个我们自己也测了好几次了 你就这次肯定没问题了 你就别耽误时间了 你别看我这现在正忙着 动作中的准备要播种 你时间要播种 马上就要播完了 你正好播种的是 老罗 你是太磨叻了 太磨叻了 我说你就别在这上耽误功夫了 我这个 就这一次 我这老师傅播的也基本上挺好的 就这一次 我就耽误你十分钟 实在不行 咱们比比 行行行 就十分钟 就十分钟啊 就十分钟 那我们就是准备一下 一会咱们来一场比赛 行吗 高经理 他要是说能行 就那个让他给您地里头 这个播 要是他不行 您就 以后咱这就 我就不敢 也就不敢再来 别浪费时间了 行 那咱们各就准备一下 好吧 好嘞 咱们这边准备一下 一听说有比赛 周围干活的群众 都放下手里的活 来凑热闹 看着罗师傅 带导航的拖拉机 议论纷纷起来 这看不明 把这活手挺好的就是 这个新的没丑 应该 导航的没丑 应该 刚才我上一看 看挺好玩 我都想开一圈了 他这东西我丑 我也没见过 他不应该能走得那么直 这个导航系统 也没试验过 没体验过 还是过去的老旗子人 我们现在将在这里 举行一场终极的对抗赛 在我的右手边呢 他什么是代表 没有导航系统的 我们的绿队 在我的左手边呢 是带有导航系统的蓝队 我们两队画风好了以后呢 这次呢 我们也特意请到了 密云的农机推广站的 党委书记 好书记 做我们本次的一个裁判 在比赛之前呢 我先来说一下 比赛的规则 第一条呢 就是要拨的直走的直 第二个呢 是行间距之间的误差 不超过2.5厘米 现在我们一切的 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 有请我们的裁判 来宣布这次比赛开始 好 比赛正式开始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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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开始 罗师傅队依旧是由王师傅出战 一开始 王师傅并不着急 导航系统也非常配合 全然一副 井然有序的样子 再看高师傅队 也是有备而来 派出的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操作娴熟 经验丰富 双方的拉拉队 也是摇起呐喊 站脚助威 高师傅队凭借高超的驾驶技术 以及主场优势 一上来便取得了主动权 摇摇领先于王师傅 对 加油 对 加油 对 加油 我们一个这么丢的机手 怎么能比不过他呢 肯定我们赢 我们的机器 使了都好多年了 就这个机器 那个东西还没见过 这个一回 头一回 我相信他好像赢不了我们 觉得他应该不如我们人工的 我为啥站在这呢 就因为我相信这台机器能胜 上次比赛我们就剩下他们了 我们那车就比他们那车快 在看王师傅 不紧不慢 在导航系统的帮助下 速度也逐渐快了起来 每多一会儿 高师傅队的领先优势 也所剩无几了 一旁观战的拉拉队员们 兴奋不已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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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得好啊 肯定咱们那个导航系统也好啊 剥的多值啊 剥的奖东西也不行啊 这你去把我们的那个 在这种剥值啊 我相信那高科技 你就站到这队了 是吧 我就好 我挺懒的 我现在这么看了 没问题 2.5肯定有 肯定没问题 剥的值还是那个高科技的车 要剥不值的话 连龙变一块弯变一块 盘地都没法盘 赛事过半 双方旗鼓相当 平分求色 随着比赛接近尾声 气氛骤然紧张了起来 双方分秒必争 互不相让 到底哪边能取得 比赛的最终胜利呢 郝站长 现在您来检查一下 它的质量吧 咱们来看看 这个罗师傅这边 59 59公分 差一点 差1公分 咱们再找一个看看 我得当好这监督员 还是59 59 还是59 不相信老罗不行了 老罗现在这个 调整还是挺够标准的 对 这个也是58.5 58.5 标准非常高 还是所有标准 都是58.5 59 都是1.5到1.1公分的范围 那你那个朝 找你那个 那个裁判 您看一下 他这个交接行怎么样 你居住 44 超了 超多了 超多少 超了6公分 我觉得还是 这误差很大 很大很大 最低只是50 你都已经44了 标准就低了6公分 这已经是超出很大范围了 这个对作物上长得都不好 那您这 这输的福吗 那 幸福和福 我们两队的比赛 现在就结束了 下面我们有请裁判 再来说一下 这次比赛的结果 这次比赛结果 蓝队是胜利的 那理由是什么 理由 我认为有两条 一条是 又快又直 第二条是 他们先进行的 这个间距误差 低于2.5厘米 比北京市的标准 还要低 所以他们是获胜方 罗师傅研发的 北斗导航系统 经历了三代改进 克服了重重困难 最终取得了成功 不仅提高了土地使用率 并且还降低了农民朋友的工作强度 填补了这一领域的技术空白 这台农机 通过加速改走 旅行导航系统 角度传感系统 和压缸空的系统 实现了农机的自动驾驶 更低的效率 去到京都更少 以节约的人力 它也符合农业 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当然了 这个农机改装 还有技術的空间 比如说 针对复杂的工作环境 和复杂的工作任务 它们有没有足够的运行 和足够的顺势 这一点是它主要命运的 好 我们看到发明人发明的这台机器 最终是取得了成功 这项发明不仅仅是安全可靠 同时也是提高了生产效力 在这里我们向发明人表示祝贺 好的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这一期 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 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 可以和我们的栏目进行联系 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在这里感谢我们的科学顾问 彭老师光临演播室 进行精彩的点评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 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节目 欢迎您继续锁定 可照频道 收看稍后其他的精彩节目 下期同样时间 我们再见 而且技术要求高 那花瓶珠does 那花瓶柱优美的身段 如何才能完美成建 大战在即 机器能否通过科科的考验 敬请收看 我爱发明 大乔石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